再來看到在金門烈雨箱知名的戀女廟 她的功德箱遭歉 有兩名竊賊潛入廟內 將重達上百斤的功德箱 整個搬走 破壞箱子之後 再將箱內將近四萬元的現金搜刮一空 隨後花費待進隔天 就趕快搭機逃離金門回到高雄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這兩名竊賊在犯案前有多次敞勘 甚至還把監視器給位移轉上了 不過所幸還是有的監視器 沒有被他們破壞到 因此排散了犯罪證據 也被警方順先逮捕 監視器拍下 兩名男子凌晨開著貨車來到宮廟門口 兩人鬼鬼祟祟 一前一后潛入廟內 過沒多久 監視器的鏡頭突然被轉向 兩人在給監視器移位 因為他們要偷走功德箱 小金門知名廟宇猎女廟十三號 傳出功德箱遭竊 兩名竊賊先是開著偷來的一輛小貨車 停在廟宇門口 接著兩人費勁搬走重達百斤的功德箱 再用沙輪機切開功德箱 竊走約三萬九千元 隨即搭機逃離烈雨返回高雄 他在案發二十四小時內 立即掌握刑犯的身份 警方調查兩名竊賊是工人 九月前往金門工作 因為缺錢花用 看到獵女廟箱火鼎盛 香油錢應該很豐富 於是起了貪念 敬而心切 警方調業監視器 發現兩竊賊熟門熟路的 江前十七一位 應該已經到獵女廟附近敞刊很多次 但再精密的刑切計畫仍然有疏漏 兩人的心蹤仍然被部分的監視器給拍到 十六號將兩人巡線逮捕 當地民眾表示 金門以往治安都非常的良好 沒有想到會發生竊盜事件 廟方則認為還好有神明保佑 才讓警方很快就逮到這偷神明香油錢的竊賊 記者溫家俊綜合報導